后来有人把它扑起 那个断句断错了 轻轻的我走了 后来有人把它变成绝世版本来唱 轻轻的我走了 有这么讲话的吗 轻轻的我走了 有这么讲话的吗 等我轻轻的来 我回忆 我回忆 回忆秀 他的断句是我回忆 回忆秀 你要是一个老师站在讲堂上 在朗诵许子博的诗的时候 你跟你的学生讲我回忆 回忆秀 这个老师有问题 有病 但是那时候许的断句是这么短 告别新田的银材是对的 这个是小家小咖咸的曲 大咖咸的曲 没有错的吗 古建峰算是大咖 用明代杨胜的词 临江仙接的这个三国眼力的主题曲 一呼作酒喜相逢 古建多少事都付效 坦中 诶 你有人这么说话的 古建多少事都付效 坦中 有这么说话的吗 是断句断错的 是吧 所以你要用古诗词 读取可以 你先 你先给我的课 你这样知道 古诗词断句有很多地方可以断的嘛 不要万断嘛 断错了 那不得了啊 搞搞笑话 不是吧 所以 这是一个 还有啊 我们以前有一首广告歌 现在脉脑乱的 霧脑然斗乞 斗在福 忠起 斗在福 忠祈 现在回去的嘛 谁写的我不知道啊 这个杨先生斗来的包包歌 潑泊山河在城寿常陌生 敢自花间类很别的 这些都是我写的 平常的时候用古诗词来听曲的课 这是比较没有方便的课 这是我发表过的 约下主主 因为今天本来有朋友说要带着酒来跟我 让我一边喝酒一边讲课 我说这个不行 我说我只能喝瓶装水 我把酒灌在瓶装里面 看起来也像白酒 因为他要求我讲礼拜 我说好 我就讲 这个歌是我发表过的 但是这个歌的历史会挺错乱 因为这首歌 礼拜写的唐代 但是他是作为封城堡里面 哪吒的故事的插曲 所以时间错乱了 反正那个导演懂不懂也没文化 我就溜过去了 没关系 花间一壶酒 独捉无相亲 举杯要明月 对已成善人 月既不见一等 好了 就这样 哎呦 哎 你看这个唐代 其实六言已经有 邀 前不见古人 可以邀二二开来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着 年 天地之悠悠 都窗烂了 天下 好 走了 走了 这个李涵 空调的我 终于找到一个人用 Hokken会下来 有人用福建方言 吮了这种曲 这个人 是我很 海福定上很尊重的一个作曲人 他的名字叫李太祥 李太祥 李太祥用福建方言 自己唱这种歌 就是这样 是不是 这样真的 风脚烟火啊 那很得得的 有一个福建方言的版本 诶 楚慈的变化就很多了 我们看一下九哥啊 夏夫人 那么这些 他的这个 你看九哥 弟子降七北祖 目渺渺七仇弥 这仇弥的比例是从这里来 你看他可以二二二六言 他可以二二二的分 他可以四二的分 他也可以一三二的分 所以我说 流氓喜欢楚慈 那四二的分 就是他不喜欢试经 因为试经 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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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可以 蹬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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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的断句来想象当时的节奏跟节拍 所以处词如果用办法留下曲谷 曲源就不只是一个文学家 还应该是一个音乐家 很重要的音乐家 可惜的 我们说这个C 这个C 像文艺多仙 像蒋恩仙 江亮佛先生都说这个C 是预期识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用的 是一个无实意义的 没有作用的 没有填牌子的 我认为 或者是空音 气粗而平 对我来说唱歌换气的地方 古典诗词中的知乎者也 所以C应该都是换气的地方 也就是说 现在标签品写曲 应该不会到那个地方 告诉歌手换气 所以现在很多歌手换气 乱乱换 乱换 乱换 可是处词或者汉服 应该不会到那个地方